我们来讲一种神奇的食物 碳水含量不低 但是升糖指数呢却很低 这个神奇的食物呢就是鹰嘴豆 因为它有一头是尖尖的像鹰嘴一样 因此而得平 它每百克含氢碳水呢在30克左右 不能算低的 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呢只有28 非常低 鹰嘴豆在中东地区有好几千年的 种植历史和食用历史 它所含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 无论是从种类还是从数量上 都大大超过其他的豆类 鹰嘴豆含丰富的甲铭钓铃铅铜铁 B素维生素 还含胆碱和基醇 它也是纤维素和蛋白质的良好来源 而且它含的呢都是优质蛋白 因为鹰嘴豆含有人体所需的 几乎所有氨基酸 除了氨基酸之外呢 人体必须的八种氨基酸 它全都有 而且含量呢还挺高 是植物性蛋白质非常好的来源 而且它天然蛮肤质 对肤质过敏的人呢 也可以放心吃 由于鹰嘴豆全面的营养 以及它积极的生糖指数 它对于我们的健康呢 有一些特别的好处 首先鹰嘴豆呢 可以帮助减肥 因为鹰嘴豆含大量的蛋白质和纤维 每100克鹰嘴豆含将近9克的蛋白质 和差不多8克的纤维 这两种东西呢 很容易让你产生饱腹感 这样呢 你就不会特别想吃东西了 自然呢 就会吃得少 肉量摄入呢 相应减少 就更容易减去多余的体重 有研究发现 经常吃鹰嘴豆的人 体脂超过30的可能性呢 比不吃鹰嘴豆的人呢 要低53% 他们的腰围呢 也更小 其次 鹰嘴豆可以调节血糖 帮助预防和管理糖尿病 鹰嘴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调节血糖水平 它的升糖指数呢 本身就很低 只有28 不太可能让血糖飙升 此外 鹰嘴豆含大量的纤维 每100克鹰嘴豆呢 就含8克的纤维 纤维会减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 让血糖平本上升 而不是一下子飙升 鹰嘴豆还含大量的鎂 鲜 以及B维生素 这些因素呢 都对预防和控制糖尿病有帮助 TikTok上有个老外呢 专门错过鹰嘴豆做的 意面是不是升糖 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些红瓦跑 好 我们来看看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glucose monitor here and wow look at this this is a really good result it went up 18 milligrams which is much better than the other two the regular pasta went up 69 milligrams and the whole wheat pasta went up 60 milligrams those were both significant spikes while this one is actually very very good so chickpea pasta is a great choice for me because it has a higher protein and fiber content than the other pastas I've tried and remember individual results will vary especially if you're a diabetic or pre-diabetic stay tuned for more 餐后血糖升了一点 18毫克每分升 但是比普通一面和全麦一面要好非常多 这个结果还是不错的 血糖确实没有升得太高 喜欢吃碳水 但是又需要空糖的人 可以考虑用鹰嘴豆做个替换 第三对防控清脏病有帮助 鹰嘴豆是几种矿物质的重要来源 比如铭和钾 这两种矿物质都有降血压的作用 鹰嘴豆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 已经被证明可以降低 甘油酸脂和低密毒质蛋白胆固醇 L-DL 这些营养物质都有助于 降低得心脏病的风险 第四对消化系统有好处 鹰嘴豆富含纤维 对消化系统有多种好处 鹰嘴豆中的纤维大部分是可溶性的 可溶性纤维遇到水 就会在消化道中形成一种 黏乎乎的滑不溜溜的 类似于果冻的物质 有了这种滑溜溜的东西 你肠道的阻力就会变小 你扑扑的就会很顺畅 便秘就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另外可溶性膳食纤维 有助于增加肠道中好细菌的数量 防止坏细菌过度生长 从而能够预防和缓解肠益基综合症 小肠细菌过度生长 和结肠癌之类的肠道问题 第五 预防缺铁性贫血 鹰嘴豆是铁的非常好的来源 每100克鹰嘴豆含有大约3毫克的铁 几乎是一个成年男性 每日所需铁的30% 铁参与红细胞的产生 它是一个重要的造血原材料 大部分以血红蛋白的形式 存在于红细胞中 而血红蛋白的任务 是给你身体的各个细胞组织和器官输送氧气 如果你没有获得足够的铁 你的身体产生健康红细胞的能力 可能就会受损 运送氧气的能力就不太够 身体就会缺氧 你就会感觉虚弱 疲劳和呼吸急促 造成缺体性贫血 鹰嘴豆还含一些维生素C 能够促进身体对铁的吸收 第六 有益于骨骼健康 鹰嘴豆可以给骨骼提供更多营养 包括蛋白质 钙铭和钾 这些都对骨头有好处 但是要用罐头的鹰嘴豆 或者把干鹰嘴豆浸泡几个小时 然后把水倒掉反复冲洗 来减少脂酸盐 因为鹰嘴豆中的脂酸盐会阻碍 钙铭钾这些矿物质的吸收 第七 促进大脑健康 鹰嘴豆还可以支持大脑功能 因为它含大量的胆碱 每100克升的鹰嘴豆含99毫克的胆碱 胆碱是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产生某些神经地质所必须的 神经地质是神经细胞之间传递消息 进行沟通的信使 如果没有神经地质 你的大脑 你的神经系统是没有办法正常工作的 就好像一个大公司 各部门之间负责相互联络的那帮人没有了 那么各部门之间就没有办法协调 公司的日常运营就会陷入一片混乱 所以胆碱在你的记忆力 学习能力 情绪管理 肌肉控制和整个新陈代谢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呢 已经有实验证明 胆碱对大脑的发育呢 有积极的影响 对于婴儿和胎儿来讲 胆碱呢 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缺乏呢 治理发育就会迟缓 对于成年人来说 如果你无法从饮食中获得足够的胆碱 那你年纪稍微大一点呢 记忆力和认知能力呢 就会快速减退 得二次海默 帕金森之类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可能性呢 就会大大增加 除了胆碱之外呢 鹰嘴豆还含美心和锡 这些元素呢 也有助于防止焦虑和抑郁 有益于神经系统和心理健康 一般可能有助于预防癌症 一些研究表明 经常吃鹰嘴豆呢 可能有助于降低 得某些类型癌症的风险 这是因为这种豆子 可能会促进身体丁酸盐的产生 丁酸盐是一种脂肪酸 可以减少结肠细胞的炎症 从而可能降低得结肠癌的风险 此外鹰嘴豆还含有天然灶肝 有研究发现天然灶肝呢 可以阻止癌细胞繁殖 抑制肿瘤生长 可能有助于预防母系癌症的发展 以上呢就是含碳水 但是不生糖的神奇食物 鹰嘴豆的八个好处 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还不错 请点赞评论还有订阅 OK这期节目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来 下期再见 aze